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由邦港出声HKG报特别呈献 选委三分钟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选委界别候选人是 36号葛佩凡 第一个环节由主持人用一分钟的时间 去介绍候选人的简介 36号候选人葛佩凡 是第六届立法会议员 和民建联妇女事务委员会的主席 他担任了两届的区议员 和两届立法会议员 葛佩凡出生创科界 先后创立互联网专业协会 和智慧城市联盟 他一直致力推动创科和建设智慧城市 他也长期关注保安、环保、妇女 医疗等民生的议题 他倡议不少的政策 已经获政府采立 例如成立创科局 改革港台、通识科 免费接种HPV疫苗 立法去打击起底、偷拍 走私、贫瘀野生物种、假难民等 他争取连任立法会议员 承诺继续以用心拼搏 实干敢言的精神推动社会 隔身求变 发展创新经济 为民请命、改善民生 第二个环节 就是请36号候选人葛佩凡 用两分钟简述他的个人正纲 我一直相信香港要有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 才可以发展经济 经济好才可以改善民生 所以我会促请政府尽快完成23条立法 立法打击网上虚假资讯和散播仇恨 订立侮辱罪和进一步打击假难民 我们也应该制定政策保护学童健康成长 包括全面推行学童的手法和得育教育 防止校园和网络欺凌 我是民建联妇女事务委员会主席 我会继续为妇女发声 希望尽快展开全民的乳癌西茶 提供免费骨质疏松的西茶 和完善离婚支援的服务 设立专门追讨赡养费的机构 我来自创科界 所以会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建设智慧城市 配合国家十四五规划 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我也会推动再工业化发展创新制造 学童就要推动Steam教育 完善医疗服务都很重要 我更加要求政府支援照顾者 和全面发展中医中药 我也会推动智能减排保护贫危物种 包括支援回收再造业 推动电动车普及化 立法禁止位置野生动物 和修例打击残酷虐待动物 希望大家记住支持36号民建联的郭佩凡 多谢大家 第三个环置地候选人用一分钟时间回答指定问题 郭佩凡 你最希望让市民知道你哪一面呢? 可能知道我立法会议员以外的更多面 例如我是很珍爱环境 我30多年前已经开始素食 亦都是潜水教练 长期推动保护动物的政策 过去已经成功推动立法禁止障碍买卖 亦都成功以私人条例草案打击走私贫危物种 我希望未来可以更加保护贫危野生动植物 我亦都非常重视家庭 我是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碩士 主修婚姻与家庭治疗 一直努力推动家庭友善政策 以及保护妇女和儿童 我亦都热爱艺术 我曾经在香港演艺学院主修现代舞 我都会促请政府投放更多资源 在文化、体育、艺术发展 为青年人提供更多元的发展机会 我希望能够与社会各界共同推动香港 革新求变 让香港社会更多关爱 更创新多元 大众的生活更美好 请支持我连任立法会议员 我是36号的郭佩凡 多谢你 多谢36号候选人郭佩凡 希望各位香港市民和选委 能够更清楚 36号候选人郭佩凡的从政之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